好 查案子查到被人家这个挡在门口硬是不让进去 就是艺人熊海玲她被警方怀疑说 可能是一个海外基金诈骗案件的受害人 所以侦察员呢就亲自上门去送传票给她 请她来帮忙调查 结果熊海玲呢把人家当成大诈骗集团了 打死不肯开门 在房子里面打电话求证了依旧无反诈骗的专线 才晓得说哎呦来的是真警察呀 她说实在没办法 现在诈骗集团太猖獗了 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妹妹头素颜打扮 资深艺人熊海玲21号下午主动到刑事局报道 对于自己误把刑警当成骗徒 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刑事局警方追查一起海外基金诈骗案 怀疑熊海玲可能是被害人之一 亲自送传票到熊海玲家 希望她协助调查 但是因为侦察员直接按家里门铃 而且直呼熊海玲的本名熊秀慧 让她吓得以为是诈骗集团找上门 我们当时的原警也有出示证件 那也有把她的真名也说出来 那可是就是说造成她的疑虑是认为说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你会不会借这个理由让我开门 那我会怕 当时熊海玲打死不开门 让原警吃了闭门羹 事后她打了165反诈骗专线 向警方求证此事 才知道自己误把办案原警当成骗徒 立刻前往刑事局应讯 熊海玲表示日前的确有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 说她买基金却没有转账 必须汇款到指定账户 还好自己并没有上当受骗 诈骗猖獗 连正牌原警查案都被当成骗徒 中文校之光许少平特别报道